那么在这个特殊的时期,除了大力的宣传自己的电影以外,还要保证中间不会出现什么差错,那么新喜剧之王,这部电影从开始到现在啊,争议还是比较大的,有很多人也觉得新喜剧之王,永远不会超过之前经典的喜剧之王。 那么周星驰已经将劳裁进,没有新的创意,没有新的作品展示给大家了,并且这一次找了之前合作的张博之来配音,就有很多人说,周星驰这一次卖的是情怀,这让很多周星驰的忠实粉丝感到非常的恼怒。 紧接着在张博之与向太之间的战定中,周星驰一次被扯进来,后来向太再次发微博指责张博之,安放周星驰,自然也就牵扯到了周星驰的电影新喜剧之王。 可能大家都知道,之前周星驰是向华强公司的艺人,那后来由于一些原因,他离开了公司,可能对之前公司带来了影响,所以,今天的向太发微博,才会先扯到周星驰以及他的电影。 但是这件事并没有影响到周星驰对自己电影的宣传,可谁能想到一波未平,一波又起,眼看电影就要上映了,宁愿却所有台片红包,都知道星驰的脾气比较耿直,对于这样的行为非常分悟,周星驰变方化,坚决不给红包,不会向这些步伐行为低头。 而新喜剧之王的发行风连锐营业,正在向周星驰申请停止527家影厅的蜜月,一旦申请成功,这些家将无准播放新野的。 新喜剧之王,也就意味着新喜剧之王的排片,将会减少很多,最终可会影响到最终的票房。 春节期间的电影市场,本身就非常火爆,那么谁拿到的排片多,谁的票房就高, 这将直接影响到冠军宝座的位置,那么就会有不良的制作,防备影城红包来索要更多的排片。 这不仅仅影响到影视行业的公平竞争,它还是一种违法的行为。 现在事情发生发展到这个地步,如果新喜剧之王的排片减少,那么,他很可能无缘票房冠军。 不过我想新野也一定不会后悔做出这样的决定,就像他说的,宁可不排片也绝不给红包,不向恶势力低头。 都说成功的道路已长的曲折艰难,可可办办在所难免,可是总觉得新野的人生,比那些人的人生都要试着,都要嫌酸,都要艰难。 所以,无论如何我都会去支持新野的,你们会跟我一起去支持新野吗?欢迎的。